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一根感情的细线把三首歌连串在一起 组成一个系列 我叫他们为幸福三部缺 一 等着我 发表于2018年5月20号的等着我 是央视大型公寓学人栏目等着我的同名主题曲 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学人节目吗 据说不知道看过多少电视机前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一生一世短得像一次黄昏 怎能忍心余生都守着遗憾在心中 我要找到你多少年不管 无论你会在世界哪一端 你要等着我过开了人海 到你的身边来不离开 让我奔向你看着你的脸 该如何开口说我都想念 让我奔向你捧着你的脸 却还没有开口泪已满面 看歌词就已经让人动勇了 周深用大量的气声的演唱方式放大感情线 给电视机前的每位人描绘了亲人失散多年的痛楚 寻找亲人的执着 脑怀希望看到希望破灭之后的无助和绝望 以及重新踏上玄情之路 不愿也不肯放弃一丝的希望 一路寻找只为了能够在余生再次遇见你 这一次纠葛仿佛又翘首期盼的心情 随着他的声音起起伏伏 悲伤者又充满期望 怪不得人说只要主题曲一响起 眼泪就会不知不觉的跟着低落 二 听我说 时间过去了两年不到 有网易云音乐特邀周深演唱并制作的听我说降生 这首是2020级五福贺岁短片到哪了 主题曲 春节期间一直在循环播放 我至今对短片人就是记忆有心的 大雪哀哀的山路之上 年轻夫妻带着孩子从打工的城市返回南方的老家 因为买不到车票 男人带着家人驾车走在大雪被覆盖的台山公路之上 一路穿行 跨过山路越过雪地 期间有争执有埋怨也有车子 现在雪中动弹不得后的激烈的争吵 疲惫不堪到我的怨气在车厢当中 在小家庭当中蔓延 但一切就在管无故外之后 突然看到年迈的老父母拿着臊子 连夜扫雪之后病了痒 看过那条被扫住的老长老长的路 瞬间泪崩 三道路人就是年龄 在寒风的父母已经扫了很久了 身后的房子已经远的是只剩一个影子了 父母的爱就是那么的简单 固执的认为自己多扫一段 孩子就会早点回家 看着老父母头发伤的血 抠额的背 以及再看到孩子后 迈着蹒跚的脚步奔过来的那一刻 一切的生殖都烟消云散 一切的疲惫都是值得的 泪汪在眼中涌动 四目相对的时候 红肿的眼角 我不让你陪着坠泪 听我说 可以听我说 我跨过千山走到灯火 飞快的绿过 春去秋来的颠簸 那不停呼唤的院落 不要失落 周身细腻柔软的声音 缓缓从海中穿过 虽然游和 但是又层层地景 饱含身体的声音 一直敲击着你的心灵 柔如是冬日里的暖阳 夜空里的星辰 在一往无际的山路当中 在找不到的归途中 给你方向和力量 三 幸福礼 幸福礼是国庆期间上线的电视剧 幸福礼的故事的片尾曲 在部曲当中的等着我是寻找亲人 听我说是家人团聚 那么幸福礼呢 就是普通人在经历了一切磨难和困苦之后 平凡的幸福 曲道平时舒缓 几声吉他几点淡淡 歌词朴实无华 不怀利也不奢侈 同样的周身的声音呢 也是质朴的 大部分人的时间呢 都是在温暖的中音区游走 此次的声音更有质感 并且运用气声 加强了情感的收入 听他的歌 一股温暖而幸福的感觉在四肢蔓延 身体如如是被温泉包裹着 温柔清澈的水流滑过你的身体 痒痒的 麻麻的 但是又舒适无比 空荡荡的心 此时此刻被填满 被熨烫的复复贴贴 幸福就是在这里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这三首歌曲 由于发表时间不同 可以从中很清晰的看到 周身在演唱上的进步 演唱技巧更加的纯熟 包容外向 无形甚有形 周身就像是海绵不停的吸收着不同的技巧 无论是声音的技巧 还是表演的技巧 情感表达的技巧 而在学习和吸纳的同时 又会把这些变成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就像是鱼在水中游 感觉不到水的存在 听周身的歌 你不会发觉 他每句话用了什么声音技巧 或者每个字都用了什么不同的表达方式 你只会觉得 这首歌就应该这样唱 多一分则多少 一分则少 一切都是刚刚好 这就是大道无形 大道皈依了 另外10月3号 周身的新歌《情不由衷》 在PME平台上线 歌曲为国家的著名景点 《一和园十七孔桥》主题曲 受录于由酷狗以及一和园 联动推出的国风音乐专辑《一和风华》当中 整张一和风华专辑 以主题不同的国风歌曲《歌咏一和园》中 九处不同的美景 意在用音乐之美解读皇家远邻的文化底蕴 专辑里边由周身演唱的《情不由衷》 以《宫中皇子》为视角 描述了一段爱而不得的深宫看脸 整首歌曲《古风意味浓厚》 现代写约的魂奖之下 加入到了小提琴 吉他和中国传统的乐器营销 多种乐器组合使歌曲拥有了空灵的剧感 歌词融入到大量的诗歌元素 周身用空灵的掌音诠释了曲中的爱恨故事 建奏部分一段极其富有感情色彩的花腔美声 各式让听众深深地信用到歌曲的意境之中 备受好评 《一和风华》上前之后 Google音乐和中国皇家园林博物馆《一和园》 这次的跨界合作引发了业内外人士的官方光注 作为整张专辑的制作发行方的起古文化 也再一次展现了最深在国风音乐创作上的经验和优势 此次打造的音乐专辑《一和风华》 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古风流行音乐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同时还要求了赖美云、张绍涵、李玉刚、Sing女团、李长超等实力唱奖 和国风代表歌手亲戚演唱 专辑上线酷狗不到一周便火速售出了14万首 荣获到酷狗专辑畅销日榜Top1 可见由旗鼓文化打造的这场古风音乐与文化融合的盛业 让人十分惊喜 旗鼓文化作为酷狗音乐旗下互联网第一音乐厂牌 近年来一直在国风音乐领域开拓创新 不仅为河图、肖逸晴、台股将主等业内一线的国风歌手 良心打造过优质曲目 其全力运营的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Sing女团 也凭借着纪明月、千年等大热单曲广受害 内外年轻群体的喜爱 在国产动漫和游戏被寄予厚望的当下 国风音乐渐渐的从小正破圈了 也只有国风音乐招牌的旗鼓文化 无论是在培养艺人打蒙音乐方面都有着深厚的根基 此次与鱼和园的跨界合作不仅是水到渠成 更代表着旗鼓在国风领域锐意创新的诚意 从音乐走入国选文化让国风走入千万家 此外乐队的夏天2、10月10号晚收官 夏天结束了 乐队的夏天也结束了 汪峰、周深作为决赛大乐迷道场献身支持 周深和木马乐队合唱的他是暗淡星 也为乐下的舞台换下了完美的句点 作为以声线和眼线出位的歌手 周深和谢强的相遇极具反差 富有戏剧性 一高一低的声线 高昂与温柔的神奇融合 甚至带着强烈的CB感 观众直呼双厨狂喜 两人的合作舞台更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另网友倍感遗憾的之后是木马乐队卡六 不少网友疑惑 搞乐队都这么难嘛 无论是乍场的绝美改编后来 还是复活赛的纯洁 再到和周深完美演绎的他是暗淡星 木马乐队的名词绝不该被五强拒之门外 收起单曲循环 后来西深的演员人名 旧陈之王百听不厌 可见木马乐队本季 越下音乐传播度的成功之处了 总局赛之夜的 他是暗淡星受到知名乐评人RD的好评 这里好像也感受到他对于木马名词的惋惜 好在音乐有人谢强不看守这些 只在意那些音乐之中最美好的部分 不管有没有走进hot舞 木马乐队已经走进了 乐明心中的顶级摇滚乐队的队伍之力 无疑是这个夏天最成功的乐队了 期待在更多音乐节的现场和木马乐队 再次相遇 聆听他们闪光的音乐之魂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